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成交量比上周的最大的成交量2022亿已经超过了10% 这个阶段我们一直说在上涨的过程中间一直觉得量能不够 但是今天的量能出来了 那么量能出来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价格的继续上涨呢 我们有个基本的理论叫先有量后有价量出来的价格指数会不会继续上一个台阶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今天创业板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主板继续走强把创业板拉上去 还是说创业板走弱会把主板拉下来呢 今天是一根阳线一根阴线 未来的结局到底是从同一个方向去走 还是说他们会分道扬镳呢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跟场内的嘉宾继续讨论的 具体讨论的一些内容 在这个地方会不会上证主板继续保持一定的强势 创业板调整之后反升向上呢 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创业板下跌的过程中间 把主板的走势也给拖累下来呢 毕竟从今天上证主板的角度来讲 今天的成交量还是不小的 成交量不小两个方面 一有主动性买入的力量再推动上去 那么关键看 具需要上涨有没有持续的力量在推动它 另外一方面 从比较偏空的角度来讲 也是有相当多的主动性的抛盘 在抛出它的筹码 在离开这个市场 看谁的力量更大 看谁的力量更有持续性 那么它的方向就朝哪个方向去发展 从上证主板 我们首先来看看上证主板的一个趋势 从上证主板的趋势的角度来讲 这个均线的多头的有序排列 是非常明确的 毫无疑问 它仍然是一个向上发散的过程 这个5天10天20天30天 继续向上走的过程非常明确 并且这个通道 从3026建立到现在的这个通道 还是非常明确的在向上的延伸的过程中间 当然通道的上轨也是有压力的 这个地方多次碰到通道的上轨 12345678 8次碰到通道的上轨都被打回来了 那么接下来节奏 到底是突破通道的上轨 再回到这个轨道里面来 还是说它不突破 就维持在这个轨道里面 向下回落 再向下 再向上的节奏呢 这个节奏如何把握 这就是也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具体的问题 从今天的成交量 我们来看看 到底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从今天上午我们就发现 成交量不对了 今天上午的成交量达到1345亿 这个成交量创下了近期 半天两小时的最大成交量了 但下午的成交量只有883亿 上午这个成交量 按照我们的量能常态分布呢 应该全天要达到2445亿的成交量 下午是多少呢 1110亿 实际下午的成交量只有883亿 然后全天的成交量是2228亿 这个成交量也出现了萎缩 也就是说 它比我们标准的 日内的两小时的这个成交量的变化 在下午的回落过程中间 出现了一个萎缩的状态 在下午的交易过程中间 出现了萎缩状态 也就是说主动性的抛盘 主要体现在上午 抛盘比较大 但下午成交量萎缩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明天继续再回落 如果有一个惯性回碳的过程中间 继续回落的话 成交量必须要快速地萎缩下来 如果明天上午是一个 继续回落的过程 成交量非常快速地萎缩下来的话 那么到了10点半 或者是上午收盘之前 就有可能反升向上的动作 就会展开 但前提是 成交量必须要快速萎缩下来 从上证主板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明确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有几个月了 上证50继续是走强的态势 只有我们在这边提示过大家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 上证50会不会像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一样 走出一个比较长期的多头行情呢 先不说牛市吧 先说一个多头行情 上证50 那走到现在 还是这样一个格局 没有变化 护生300会不会像美国的标普500一样 也走出一个长期多头的行情呢 我们也站前不说牛市 只是一个长期多头的行情 到目前来看 这个判断 到目前来看 还是比较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 从上证主板的角度来讲 从蓝筹股的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总体的趋势 并没有改变 不论从技术面 还是从基本面 基本面我们都知道 这个阶段公布的官方的PMI 财新的PMI 都证明经济形势 有明显的回升的迹象 从这个阶段的 媒菲色五 周期类板块的持续的轮动 涨价这个概念来看 周期复苏 在持续的过程中间 周期复苏在持续的过程中间 所以从上证主板的角度来讲 从基本面的角度 从技术面的角度 都支持它 继续正当上行的一个 总体额格局 并没有改变 但是创业板就不同了 创业板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中小板还是不错的状态 但创业板呢 创业板今天的走势 创业板今天的走势 我们看到 它这一根阴线 可是吃掉了四根均线 一把穿过了四根均线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如果它是出现在高位 出现在高位 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这种情况 出现在这个地方 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 向下走势的明确的信号 但问题是 现在毕竟是调整了这么多之后 在一个比较相对低的位置 出现了这个情况 未来的行情会向什么方向演变呢 会继续打开向下的空间 还是说它进入一个 震荡模底的过程 为下一次的上涨 做好准备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 将会在节目过程中 详细跟大家介绍 和探讨的主要的内容 好的 有关今天的视频交易情况 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我们先进短片来看一下 编辑给我们汇总的 具体的内容 今日市场走势分化 护制早盘小幅跳空低开 随后震荡上行 并勉强翻红 尾盘再度翻率 微跌0.17% 创业板值走势疲弱 全天维持弱势下跌走势 重挫1.75% 抹去了6月26日以来的所有涨幅 宏观方面 6月份CPI同比增长1.5% 涨幅连续5个月低于2% 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跌16.7% 蛋类价格同比下跌9.3% 是CPI总体涨幅较低的主要因素 板块方面 近期有色板块表现亮丽 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周 板块总体涨幅达到了8.24% 位列所有板块之首 从业绩看 板块内预计中报业绩翻番的公司数 占4成 排名居第一 业绩方面 目前A股共有1358家上市公司 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其中预计的公司有1040家 占比达到76% 214家公司预计净利润 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占比达到两成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 永波市现场的几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江琪 黄志峰和我们的评论员 魏林海 首先跟江琪讨论一下 走到这边 一直保持强势 这个是没有问题 前期你说过 50指数一直保持强势 但是从上证主板的角度来讲 似乎是有点涨不动的感觉 有没有感觉 今天是有点涨不动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问题是 它的运营节奏怎么看 首先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 因为其实我们很早之前 就已经立出一个观点 这波反弹的一个周期 我们其实是看到 7月底到8月初的 对吧 这个点其实还没有到之前 我们认为总体来说 处于反弹周期内 当然你不能说 反弹周期是天天涨 对吧 它可能是涨几段 然后稍微挺 震荡的过程 对 震荡向上的过程 所以说趋势方面 方向方面 我认为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其实现在的问题 是在于结构方面 就是像今天非常明显 创业板和50 它又是一个 完全逆相关的一个关系 创业板跌幅最大 上阵50今天还是红盘的 那我们还是分开来 来讲一下 先谈一下 那个上阵50的一个情况 上阵50其实短期 我的一个观点 其实是看震荡了 就是说虽然说 后面的趋势是向上的 而且我是认为会新高的 但短期是看震荡 我们先看一下图吧 图里面 其实第一个问题在于 中长期的趋势 因为其实我左边取的最低点 是2638那个点 对吧 中长期的趋势 周线的一个趋势 是处于一个 比较明显的上阵通道 这一点是不变的 日线级别趋势 就是那个粉红的线 其实这次也已经碰了四次了 也是处于一个上阵趋势 也是不变的 那短期的问题 是在于哪里呢 是在于其实 我图里面写第三点 是没量 对吧 是没量 市场的一个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其实50上涨的 背后的核心逻辑 其实我认为和业绩 筹码的一个锁定 所以说没量的话 筹码没有冲动 问题就不大 你是更多从市场的角度 来理解它未来的走势 只要筹码没有冲动 说明大的超级阻力 都在里面 对对 没有大的炮盘 当然日线级别的 一个震荡也会有 对对对 就是说总体的方向是向上 然后其实为什么说 短期可能会要震荡一下 第一点 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问题 在于上周三 上周三 其实下午2点48分 我们当时看到四大行 集体是在三分钟里面 有一个异常的一个 就是砸盘出来 就是这是第一点 其实是有一些 发警告的现象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看到 这种现象都是定性 就是所谓的神秘资金 或者说国家队 可能会有些甘愿 或者就是或怎么样的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往往会有一定的 小的一个阶段 一个震荡 但震荡完之后 方向还是向上 所以说它不改变趋势 但是它会是有一个 控节奏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在于港股 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 一直把上阵武林和横正指数 去做一个叠加图 大家去看一下的话 基本上在 基本上近半年时间 基本上是走势 是比较吻合的 正相关 对 近阶段的一个情况 就是港股是出现了 一定的一个回调 但是武林还是在处于 一个新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可能还是有 就是慢营拍的一个动作 可能需要等待港股那边 稍微起来一点 然后武林才会有一个 继续上行的动作 所以说对于趋势方面 我们认为是没有什么 就是太大问题的 还是向上 但是短期要防一下 一个震荡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我们谈一下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 其实今天走的 其实是 可以说是超我的预期 因为上周我们可以看到情况 是 跌的超预期 下跌的幅度超预期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看到的 一个情况是 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封片 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回升的 风险偏好 对 风险偏好出现一定回升的 就是我们先看图 图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目前是 上周是突破过颈线位的 但是没有站住 今天是直接 是跌破一个颈线位的 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 在于一个趋势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根红线 商人趋势线 它是做了一个 一个跌破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它其实目前是处于一个 短期是处于一个 空方掌控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们对于后市的 一个总体判断 总体上 还是认为是一个 低位震荡为主的一个过程 不认为是 开启新一波的一个下降 不会展开我刚才说的 好像高位下来的时候 展开新一波的下跌空间 因为核心理由是有一个 我们之前其实是带过 几张图 深圳城址 中小版 创业版都带过来过 然后说了是 近一年半时间 近一年半时间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实几个深圳指数 全部都突破了 所以说他们是处于一个 大级别的一个右侧 所以当时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是非盘即涨 那既然短期 它可能空间 向上空间不大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个 长期横盘 或者长期震荡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说总体来说 对于创业版的一个 总体情况 我们不是看得特别空 但是短期内 我们操作的一个偏向性来说的话 在它比较弱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做一个参与的 就是那我顺带谈一下 就上周其实我们对创业版 是看得比较好一些 主要的核心逻辑 就是第一个 它实际是占上紧纤位了 只是占上紧纤位了 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讲上周 其实近两周时间 市场整体的风险 平好是出现一个 逐步提升的过程 特别是从上周二开始 基本上每天涨停满家数 都保持在30家以上 上周五是在40几家 但是今天其实 由于一些因素 包括周末管理层的一些 特停两家次新 包括IPO加速的问题 包括乐视网的问题 其实都是产生了一些 负面的影响 所以今天上午我们一看 跌停满家数就达到4家了 然后到收盘的时候 基本上是10几家 涨停满家数 其实盘内自然涨停的 好像只有5家 是创了近阶段以来的 一个新低了 所以说感觉确实 整体风险平好 它又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下降的过程 所以说对于创业版 短期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接受这个事实 它既然走弱了 我们暂时规避一下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短线来讲 还是主板比较偏强 50 300可能也会有震荡 但总体的话 创业版的话 还是比较偏弱的一个状态 创业版我认为 可能它震荡的这个低点 可能还没探明 它可能下来之后 还会就是反复 有一个震的一个过程 等它缩量 对 而主板的话 它是一个高位震荡之后 为了蓄势向上攻击的 一个态势 它们性质是不一样的 性质 节奏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到了网上这边 老公跟我们讲讲 目前的节奏怎么看 好的 其实目前的节奏 相对来说 就是说 从通道上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 但是还是比较清楚 还是在通道里面的运作 包括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一 我在这做节目的时候 当时对一个盘面的 震荡盘升 或者操作机会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从过上周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体材 确实实实 盈利的面是非常好的 那么作为本周来看 我相对来说 会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本周最简单的一点 但我给大家才能讲的 11号 13号 是一个时间节点 那么这两个时间节点 是一个双节点 那么这个双节点的话 我认为目前 还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影响 大的一个影响 可能还是要到下旬 那么这张图 我们也看看 那么这张图是 其实是上个月的下旬 我带来的是一个月线图 就目前还是在一个 尝试着一个大的一个压力线 能否突破的问题 上次我就讲到3200多点 那么今天正好 到这个点位上 出现了调整 高点几乎跟这是一模一样 所以从这个月线角度上来看的话 目前这个均线 我们看到月线里面的 5 10 20这个月线 都是属于一个支撑的 那么5跟10的话 这个3180点这个位置上 相对来说 正好是属于中轴线 3161点之上 因此我认为 只要在这个点不破 它还是有机会向上 呈现出一个慢慢的 一个震荡盘升的态势的 游望打破这样的 三角形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我认为目前 从月线角度上来看 还是寄予了一个比较好的希望 但从短线走势上来看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 这周围两个时间节点 那么会谨慎一点 我们再看看第二张图 我今天带来的后面这个三张 全是周线图 因为大家现在看日线比较多 所以我就拉周线给大家分析 就这个周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压力点和支撑线 我是把月线放大到周线的 周线其实很明确地说明了 三千两百多点是一个缺口 因此这个地方的话 连续上涨九周之后的话 它这里避难会有一个分化的 而且这个分化的 我认为它会有一个回撤 这个五周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其实在这里面这个周线 我们可以看到 MACD一个刚刚翻红 其实前期我们可以看到 我画到了两个这样的圈 左边这个圈里面呢 曾经也有一次上风之后的 回敲五周线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认为这个回敲五周线 就是说目前呢 这一定要做好这个预期 因为一旦回抽的话 相对来说 一些个股还是会有些分化 这个差价的话 还是蛮大的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 在这个周线 只要回敲得住 那么这个调整周期 相对来说 本周就可以结束 所以这里面呢 关键点 如果要围绕强势 3190点 大家注意这个点位就行了 这是上证指数 另外一点 影响上证指数呢 是上证五零 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 上证五零呢 这里面我画了两个 这样的红箭头的趋势线 一个大的趋势线 是一个震荡 就你讲的慢牛 还有一个小的趋势线 小的趋势线呢 现在正好处于 在一个关键点上 2530点 2530上下30点 上下30点 只要获得一个支撑 它其实还是属于一种 强势状态 但是这个地方毕竟是 最左侧这个压力点 是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对于这一块的话 我认为它上周三的 那个大阳线 对它支撑度很大 上周那个大阳线的话 就改变了 它这一个调整的预期 所以会在这个地方 上周三我就讲 这里会短线 那个横盘震荡 目前今天还是横盘震荡 但别忘了 上周是属于 在长下影线的一个 因此这个地方 我建议大家 密切关注保险板块 因为5月份 拉起来的这个板块的时候 并不是茅台 茅台是一二线资金 而当时的环保内的 保险板块 不是保险板块 是一流资金 一流资金我们看 最近虽然有背离 但是这个量人控制的 比茅台好很多 所以大家盯着它 来指导它就可以了 所以从目前角度上来讲 强势依然 包括刚才一个 上周指数来讲 它还在通道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保险板块 有比较大幅度回撤的话 可能上阵武林 也会有大的回撤 对 如果保险板块 比较强势的话 上阵武林 也能够保持强势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上周包括今天上午 有点什么呢 但保险调整的时候 曾经意图拉过 包括今天拉过 什么券商 三个人拉过保险 其实大家反应 都不是特别好的 就认为 尤其拉松石油 对吧 你一拉下 当然认为 难怪今天跌 就这么来的 所以大家这个 常规心态 这点心理暗示有 所以大家呢 我为什么关注保险 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一张图 也是创业板的周线 创业板的周线 画了123 因为这是昨天做的嘛 12就是上周 我曾经讲的这个态势 这个态势一个上冲 1850点一定要带量突破 结果上周没有突破 而且今天把1820点跌破 那么表明上周的一个 震荡盘升格局破了 所以1820破的话 是一个减持信号 因为这个整个的 上升趋势破了 所以说刚才日线 你也先讲了 我不重复 从周线角度上来讲的话 正好它是一个反复的 一个什么 一个背离 那么这种背离 由于目前成交量 没有堆积到这个地方 没有真正的突破 这样的一个相提平台 所以说它有个回撤 回撤的点位呢 1805到1780点 那么今天的收盘点位呢 正好是1803点 回撤到这里 所以我认为 如果要围绕这个前期 像近一个月的横盘震荡的话 就1780点不能有效跌破 就跟上次有一个周线 一个日线 是一个长下眼睛抵抗 出现抵抗形态 那么这个横盘震荡 就形成了 也就是说 创业板试图去冲击 突破这一根 比较重要的压力线 这一次是失败了 对 下次看 它能不能再卷土重来 但是这里面呢 需要一个整顾 所以大家不要激于说 很多人说 以后肯定会创新 创新反弹的 这个点我同意的 但是你现在 我马上去买 我就知道 5月份 6月份 很多人都经常讲 创业板重仓 创业板重仓 你如果重创这里 那你肯定不在战线上 对吧 上周指数没涨多少 有的股票赚的是很宽的 有的股票你是亏钱的 所以这里面 选住板块特别重要 选个股非常重要 对 没错 那我也跟我们两位老嘉宾 点骗一下 首先一点这样 这个月的时间创口 就在7月12号开启 前后一天呢 都是有效期 那么经过 这里面 其实这里面 其实我也遇到问题了 就是这一波 上证50的上涨 其实是出乎 我们很多人意料的 我本来的预测呢 是7月12号这个地方呢 是配合建一个低点 配合建这个低点以后呢 拉起来一波行情 结果他现在上证50 直接把他先带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变成高点 配合时间创口了 那么一旦高点 配合时间创口 我们就看 他这三天里面 如何选择方向 他有两种 他要么变轨啊 要么一种就是 他是跳起来 加速往上走了 那这也是这种赶顶的信号了 那么另外一种呢 直接拐头往下打 那么往下打的话呢 咱们说他打那个就是 就上证不是有个通道吗 你把上证就调出来 上证有个通道 他有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的话 对这个通道你还画着的啊 那我们看 他的通道呢 是低点不断的抬高 高点也在不断抬高 那么还是一样 他回下来之后 是不是把前面的这个位置 把它打掉 这个位置在3117 对不对 这是个极限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不打掉 那么上面还有位置在3150 也就是说如果说明天或者是后天开始时间窗口 他有拉回的动作 拉到3150 他就只跌以后再往再往期反 那么他的这个调整也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他把3150破掉 最多就是到3117的这个前期不是一个3117 一个是3118还记得不 有两根针对不对 打到这个位置上 那这个位置就作为我们的一个极限的一个支撑 如果他打到这里的话 那么不破再反起来又有了 那么这个调整的过程呢 如果从7月12号开始 我们说他如果震荡往下走的话 那这个位置我们说到7月底左右 到7月底左右 那么他完成这一波以后再翻起来 那么其实他作为中期趋势来看 他这个地方还是会继续上涨 只是目前来说小震荡 他不影响一个中期的趋势往上走 那么再往上翻起来的话 那么前面3301的那个高点 那就不是高点了 就要过了 那么这个是对于我们上证指数来看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这个创业版 那么创业版的话 399006 咱们翻一下创业版 那么创业版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当时的时候我画了一个护城河 这个地方有个护城河 它是有两条组成的 是多少呢 1830到1839 就是这么9个点的空间 结果它硬是没过去 它硬是没过去 那这一段起来以后 一直在1839下方做震荡 然后今天拉回来 那么拉回来也不要紧 为什么呢 好在我们现在的均线 它似乎是有向多头的一个转变 那么它有一个回撤 特别是节点上的回撤 那么如果节点不破 回撤完了以后在这里震荡 就像刚才江七说的 震荡完了以后 我们看它是否再能向上 把1830到1839 这个护城河突破 一旦把它突破上去 那么上面的高点可能到1900点 也就是说如果有效突破 一定要带量有效突破 上去以后它能翻 好的 场内的嘉宾分享完 他们对大盘指数的看法之后 我们要进入一个场外连线的环节 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 是谭古龙境的嘉宾 葛建颖 我们把他连进来 我们来听听他对近期市场的 一个具体的看法 葛建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市场基本保持偏强势的震荡状态 盘中热点大多停留 前期的有色煤炭钢铁等资源类 以及与新能源有关的内容上 需要观察今天券商及经经济 表现的真实性以及持续性 基于对目前市场位置的考虑 个人总体保持一份警惕 设置营偏重仓持股跟随 一旦出现有完成波段 滞涨回落信号的个股 可做及时的阶段性 主动高抛落袋 再等待加仓机会 或者适当的换股操作 目前继续保持对资源军工 新能源以及国企改革等内容的 跟踪及波段操作 主持人 你看葛姐在操作过程中间 对个股的把握还是非常注重 节奏的把握 这个地方确实 节奏的把握非常重要 这个阶段 虽然你看上证指数 3000点上来之后 到现在3200点 涨了200点 但是大量的股票 事实上是没有涨 这个阶段就是选股 非常非常重要 有时候你选对板块 也不一定选对个股 要获利 它的难度是非常低的 难度是非常高的 这个地方的市场 已经发展到3200家股票 如何来选择板块个股 会未来提升你的获利率 你的收益率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关板块的选择 要跟江青来讨论一下 接下来如何把握 板块到底未来什么板块 我们看到这个阶段 周期的板块长得很疯 那么能不能有持续性 那么小票现在跌回来了 吃新股 上周也表现得很好 有没有机会 这样吧 我讲策略 就是讲后面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怎么应对的一个情况 首先其实我们对市场前面一定性 总体应该是向上看的 但是小的话 应该会有个长期震荡的过程 然后大的话 其实短期也是有一个 偏震荡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第一个策略的一个点 其实还是延续我们之前 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目前的仓位 其实还是应该 底仓 还是应该偏主板的东西为主 其实主板的东西 我因为近期什么 煤炭有色钢银 其实涨的是比较多了 所以说这类品种 其实我是不太建议 在目前这个位置再去做一个介入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本优势了 其实近期的一些偏群众类的东西 其实回调下来的时候 可以做一定的一个低息的一个操作 这是一个底仓的一个操作 或者说偏低风偏投资者的一个低息的一个操作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 问题就在于弹性类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 做小票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锦囊其实收益率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滑 其实之前已经超过60了 其实今天两个锦囊其实也是到了一个空仓 就是到收盘的时候 其实已经空仓了 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 我们上周是切了弹性 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下午看到 第一停满家属一下子出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及时做一个处理 因为之前手里都是一些偏弹性类的东西 就是没有50或者说权重的东西 所以说先出来再说 那后面我们打算怎么做 就包括锦囊 包括我们自己的操作 就是那个策略方面 第一个 如果权重的东西出现一定的回调 我们会选择趋势向上的一个情况下 选择一个低息的一个操作 去做一定的配置 然后第二块的话 我们可能短期内重点关注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于 今天新卫视跟放量K线 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是 哪些板块能够把今天这种K线给反包掉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所以说在明天之后 这是我们关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点 如果说有板块出现反包的话 往往第一个能够拉起来的 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个低时间的介入 然后第二个问题在于就是涨停满家属 因为今天涨停满家属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说这个问题存在的话 其实我们对弹性这块的一个仓位的一个 一个配置可能就会比较低 这个也是我们后期从操作层面来说 要关注的一个重点的方向 哪一天涨停满家属出现增多了 那我们题材类的东西 目前来说我们可能关注三类 一个是iPhone 8概念 iPhone 8的话就是苹果产业链 对这一块的话因为9月份可能要发布 iPhone 8手机对吧 这里面是有一定的预期在里面的 现在已经7月份了 其实时间已经比较临近了 存在一定的炒作的一个预期 然后第二块的话是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因为其实之前有些传门 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今年会在中国选址造场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你不管他去选在哪就是上海还是哪里 至少有一点他如果真的在中国造场国产化的话 零配件这一块一定是直接收益的 这个市场是前期多次也有表现过 对对对 这种预期 对所以说这两个方向我认为是就是说后面有预期 而且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强 可以做一定的关注 就是从弹性的角度来说 还有一个是雄安 雄安为什么呢 雄安大家如果把雄安指数去和资金股指数去做一个对比 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反相关的一个关系在里面的 所以说从如果说资金是最近表现一定的一个弱势的话 其实雄安那边的话就存在一定出现机会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其实市场的一个资金目前毕竟是有限的 一边的一个热点占用资金比较多的话 那之前的一个热点就会熄火 所以说如果短期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 然后导致包括磁性 包括创业板指数出现一定的回调的话 我认为雄安这一块的话 可能会存在一个弹性的一个释放的过程 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 我目前是关注这三块 但是总体的一个操作还是要看市场能否做一个反爆的一个动作 而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之前是说过 第一个我自己选的话 每天的近十个交易日 每天的一个成交额 基本上是不低于一个亿的 这个是考虑的一个是流动性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总体来说 还是要选一些偏强类的一些品种 包括今天 包括上周四 都是两个比较大的成交量 能够率先做反爆的 我们会做一定的一个重点关注 也就是说板块定了之后 技术层面上面 这个个股必须要有非常强势的表现 阳 包 阴 那证明这个跌 逻辑是对的 阴线是跌错了 它有更多的资金 要愿意去把它的筹码全部抢回来 那么它未来的上升的空间 将会更加的强势 好的 我们跟老王讲一下 聊一聊那个板块的情况 好的 板块的情况的话 我基本上是在上周的 那个关注的板块的重点 基础师上的进行的一个细化 那么上周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 周一的我们讲的 我说两头并进 第一头是大体财里面的国企 第二呢 是属于中报里面的 二线蓝筹业绩增长的为主 从目前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两块相对来说 都是表现不错的 那么尤其是第二块 就是这个中报里面的 二线蓝筹 业绩预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小金属啊 煤飞色舞啊 其实黑色资源啊 这个 这个系统啊 之类的 业绩都是属于增长的 因此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上周 其实主要是突出的是一个 小金属这一块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拉高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再买路 甚至有一个抛 那么在抛的过程当中 抛完了之后呢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西土里面 还有一些 相对来说在一个前期 刚刚放量 它慢一拍的 那么利用这样的震荡 它正好这个趋势 还是属于一个 想盘升状态的 我觉得回敲 正好是一个 鼓掌的机会 对 是一个买点的鼓掌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 就中报行情 或者二线蓝筹 这种里面 我依然会一个聚集看好 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争取一个趋势里面 守着底仓的一个持股 或者一个差价的运作 那么之所以这样做呢 我还是这样的一个认为 就是什么 目前呢 我们知道上阵五菱 之所以今年这两个月 这样走 那么实际上是一线主力 在这里面干的 它要退出一线的话 它必须要找的什么 找它的资金吞吐量好的地方 所以说这里面 你去买小盘的话 它是买不进也抛不出 对 说在这个地方 小盘一定只是一个配置 买一抛羊 你做些差价玩玩而已 说这里面更多的 还是在二线 和这个有吞吐量的一个地方 进行一个扎堆 除此之外 那么今天我也看到一些新的现象 我觉得可以把它纳入到自旋里面来 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一带一路里面的铁路基建 有些个股的话 其实今天是有方量的 今天工程机械都起来了 对 就是工程机械 铁路基建 这里面 其实就是符合我前面讲的 第一条线路 重大体财里面的国企 其实他们如果有业绩预争的 这两者就变成结合起来了 就刚才江西海讲到了雄安 雄安里面有两个国企 其实我一直在里面看好的 它趋势一直没有坏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有个高速连续拉这么多涨率 其实也是混改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一个可以继续关注 第二个什么 确实是军工最近有些事件性 今天它出现了一个 高开低走的阴线 那么这个阴线 我要关注后面 有没有新的异动 或者资金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放出 如果有的话 这表明今天这个阴线 反而就是一个 快速筹码切换的一个预期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可能就是 你先小数小银试探一下 好的话 你再加它长 不行的话 你就等于是 就等于试了一下水而已 那这里面可以关注 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的话 就是原来过来 就是有一些国企里面 曾经有一个定征的 需要有定征的 但是前期大幅下跌之后的话 其实最近 它需要有定征的完成 那么很多国家队 包括大的国企 它会做一些基金 包括军工的基金 军民融合的基金 甚至其他的国际混改的基金 这些基金在下半年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当中 减筹码的一个预期 所以这里面呢 也可以关注 好的 老伍也跟我们讲讲板块的情况 好的 那么板块的话呢 上周 我们说都是资源类的板块 确实我们做得也不错 那么这个今天来解读一个小板块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军工 我们这个首批军工的科研院所 启动改制 记住了 大家要启动改制 那么军工资产的证券化 开始加速了 这个方面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军工科研院所 这个改制启动的军民融合 进入一个加速的一个实施阶段 7月7号我们说国防科工组织 召开了这个军工科研院所 转制工作会议 会议上解读了关于 军工科研院所转制 为企业的实施意见 那么这个里面呢 咱们就说到了 像军工科研院所 原来是这个中央分类的 那么现在呢是 事实上这个资本市场 对于军工科研院所所转制 期待多年了 它已经等了很久了 对我们以前一直听到 它需要混改或者要怎么样 现在开始它有转制 那其中有军工央企 等找盘 等等一些这个 就三年前已经透露出了 它要加快这个改革步伐信息 长期来看 那这个是值得期待的 那么这个可能会刺激到 咱们军工板块 那这两天我们没看到 其实资金有关照 今天天虽然是 有打这个高开地走 但是看在后面 如果跳过去的话 那说明它这个已经建仓成功了 好的 感谢场地的嘉宾 给我们分享非常精彩的 有关板块和个股的一些内容 等一下回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请老魏 在股市聊聊吧的环节 跟我们讲讲 中短期操作一些策略的具体内容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本周的评论员 魏宁海 请他带来股市聊聊吧 好 欢迎回来股市聊聊吧 那么从这个礼拜呢 我们来说一下中短线的一些这个规律 我们看一下规律 那有一种中线走势呢 它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十二是大幅拉伸 然后呢 它势如破竹 你看起来拉起来确实不错 但是当你想追的时候 它突然之间又拉回来 又跌下来了 出现这种弱势 但是呢 你以为它跌破 它又起来了 对不对 又往上攻了 那这种上上下下不定的走势呢 其实 它有什么 它顶部有趋势线的上轨压制 底部呢 又有十二线的支撑 震荡运行处于一个 较为宽幅的一个通道当中 记住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通道 在投资中呢 中线品种时呢 我们应该掌握这种规律 支撑下轨 有的会在这个五日线 而五日线支撑呢 是否这个与短线操作时呢 应该关注的是 支撑走势 趋势底部呢 大多数靠近三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这个是上证指数啊 我刚才说上证指数 拉下来以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通道 就非常明显 我们其实 这一波里面通道 我们其实就能看到了 就像刚才老牙画的 这一个一个的 上轨的切线都是压力 下轨呢 又有几个形成了 三点连一线之后 它基本上都就在这个通道里面 那我们看到 一条是 这个三十天线 一条五天线 都在这个通道里面 那么上涨通道过程当中 注意两个切线 下支撑和上支撑 只要不破这个规律 那它就一直在里面变归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那么下一张图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个股的案例 那我们也看到 它由下跌盘整之后 开启了它的这个通道执行 那我们看到 是不是一直在通道 连接起来以后 我们看到一二三四五 上压里有五个 底部呢 四个 对不对 它在这里面一直震荡 那也是三十和五 就在这条通道里面 就震荡向上 那这就说明一点 上有压力 下有支撑 只要这个切线形态不破 那你就可以持有了 确实从这个通道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把这个通道两根线 你认识为是两根铁路的轨道 铁路一单 开上这样的轨道 不太容易能够停下来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轨道不是谁能够建立起来 这个市场的趋势 一旦趋势形成之后 它的惯性 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当然反过来讲 一旦改变了 它这个趋势的方向 跌破这个轨道 跌破这个轨道 跌破这个方向之后 那么就是趋势的转变 那要再回到原来的趋势 那也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老伙给我们分享 非常精彩的聊聊吧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下一个小板块 微信给人来看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今天创业版在早盘 就出现了大幅跳水的走势 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于创业版的研判 有位叫红的网友说 创业版慢涨急跌 这是美国纳斯达克的节奏 网友老鹰捉小鸡说 整个创业版都被 乐视网复牌的预期给拖累了 主力狂甩货 如果不跑的话 那就等着被套吧 网友高智商说 创业版量能太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量能将跟随股指一起下降一个台阶 创指调整目标在1500点左右 看来更多的投资者 都对创业版的未来走势 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那么您究竟又是如何来看待 创业版今天的下跌调整呢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形式 将您的观点发送给我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杨继农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平台上有个投票 题目是创业版今天的大跌 是假摔吗 是真的跌下去了 还是说只是一个假摔 马上又会拉回来呢 认为是假摔的 只占了39%的比例 认为是真的 是真摔的 占了61%的比例 也就是说大部分朋友 还是对创业版的今天的下跌 觉得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今天有朋友在平台上 跟我们留言 有位朋友叫风雨彩虹 他说副指30分钟MSD 已经被理 如果明天早上 第一个小时60分钟收音 那么MSD也会使差 调整开始 可以逢高减仓 但是我们要理解的是 这个朋友理解指数的 一个逢高减仓调整的一个级别 是从30分钟开始观察的 有位朋友叫云雾 他说上层指数 今天KTJ指标形成了高位使差 但是MSD指标是继续向上的 如果MSD指标 也发生高位使差的话 那就需要减仓应对了 确实 KTJ的指标比较灵敏 MSD的指标相对 KTJ指标来说比较迟钝 但是一旦一个迟钝的指标 也发生使差的话 调整那就是可能无法避免了 有位朋友叫老法师18 他说大盘技术指标 已经高位使差 将一波三折的向下调整 但并不是每天跌 今天是日线级别的调整 刚刚开始 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即使大家看调整 怎么调整法 这也是有讲究的 是快速的调整呢 还是慢慢的调整呢 调整的空间有多大呢 调整的空间有多大 打压的力量有多大 还是用我们观察的手法 看股指期货上面 空头阻力 它的意图 它是不是要在这边 大幅度地打下去呢 如果打下去 它必须要在这边 大量地加空单 如果它没有加空单 没有足够的空单的储备的话 打下去对它没有好处的 那么反过来讲 是不是也不可能马上打下去呢 这一部分内容 在等一下的明日抢先报中间 跟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和分享 好的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主板的调整走势 在明天是否还会延续呢 创业版的破位下行 能否在明天有所提稳 马上进入谈古论金的下一个小板块 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我们首先来看看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 显示均线目前仍然是多头 有序排列的走势 震荡上行的态势并没有改变 但是今天是放量下跌的 所以市场风起再加大 短线的控制点在哪里呢 3195点 这个3195点在哪里 就是上周五的最低点 注意 最低点一定不是散户打出来的 一定是主力机构打出来的 所以这个控制点 就是在前期的低点 3195点 那么看看周四的低点在哪里呢 3188点 这个就是控制点 这种关键位置不太容易被跌破 在前面呢 3172点 这三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升幅调整吗 不会出现升幅调整 这些控制点 在这个前面 上一个星期 多头阻力 多次在这个地方 发出了明确的盘面语言是 3172点 我不能拿你跌破 跌破我就拉上去 3188点 跌回来了 能破3172点吗 不能 他又把它拉回去 上周五 到了3195点 他又把它拉回去 他不断地给市场发出一个盘面语言是 我不能让你升幅调整 小幅调整可以的 可以接受 但升幅调整是不可以的 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跌破这些关键点为怎么样 那我们要减长离场 控制点的意思是说 主力原来给市场发出过这样的盘面语言 当他违背了自己的盘面语言的时候 我们也要做相对的调整的策略的控制 从今天放量的角度来讲 是抛压沉重的 所以操作的角度来讲 是不可以追涨 等待机会 逢低做多 我们再来看看上阵50 上阵50目前是均线多头排列 但是目前是无序的状态 因为最上面一根最接近指数的 是10天平均的东线 不是5天平均的东线 它失去了有序的状态 所以我们认为短线它是震荡 但属于一个强势震荡的状态 强势来自于这个多头的概念 震荡来自于这个无序的概念 一是对应的 我们看到MST持续背离之后 时差下行 短线需要震荡整理 但是股指期货显示 持仓总数 今天是增加了333手 空头有小幅打压的迹象 短线不如调整的格局 逢低做多 获得持股待涨 为什么我们认为 这个地方不会产生大幅度的回落呢 前期的这些控制点都能守住呢 就看这个 它是小幅打压 空头还没建立几千手的空单 你打压下去 它没法获利呀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打压 它一定会做好前期的准备 它的粮草还没有准备好 打压下去没有获利者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从上阵50的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 不会出现胜负的调整 因为从股指期货上面 它没有把很多的空单加上来 从护城300的角度来讲 也是均线多头无序的排列 所以是短线震荡整理的格局 短期的中要支撑位在20日均线3615点 目前MACD也是此差下行 短线需要消化整顾 但是股指期货显示 它的持长总数是增加了557手 空头是有打压的迹象 在这个打压 没有超过1000手的打压 还是比较有限的打压 所以我们认为 短线是步入调整的走势 也是逢低做多 或者是持股待长 因为整个趋势并没有改变 而且从股指期货的小度来讲 它只是有限的打压 小幅度的打压 所以小幅度的回落的过程中间 小幅回落的过程中间 还没有必要过于的 大幅度的减仓的动作 我们来看看创业板的情况 创业板目前是均线 无序排列正当整理的走势 今天一根K线 击破了跌破了四根均线 所以它必须要快速地收复实地 否则短线将会变成空头的趋势 什么叫空头的趋势 原来现在是五天十天 二十天三十天 都是向上的状态 它连续在这边盘整的话 这些均线都将会拐头下行 另外明天重要支撑位 在三十均线要801点 另外股指期货显示 只是增加了243手 也说明短线是步入调整 但是调整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起稳后逢低做多 或者是十股带涨 明日抢线报给我们的提示是 在这个地方调整的空间 还是非常有限的 虽然短线是一个调整的状态 明天很有可能是探底回升的 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要进入有看透来的板块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进入个抽奖的环节 大屏幕滚动起来 大屏幕滚动起来 停 恭喜这位尾号位172的朋友 您将获得飞客店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有看透来的板块 我们要请出有看透的讲师 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为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的任务板块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25码 来进入有看透来的板块的 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博文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胡博文 近期我们在板块中间 给大家带来了 许多赚钱的小方法 例如航天军工 例如礼电 包括稀土泳池 那么市场进入到震荡期 我们还有哪些 可以赚钱的方法呢 或者能找到哪些热点板块呢 那么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和我做线下的互动 来我们看第一张PPT题板 今天我们看好的板块是 证券期货 为什么我们看好这个板块呢 其实逻辑有以下几点 第一 目前该板块运行的点位 对应的上证指数来说 3120点 有明显的滞涨的情况 同时 在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该市场里面量价提升 对于业绩来说 会有不错的提升 同时我们观察过 证券期货板块的历史 适用率水平来看 处于相对的低位 在金融三大板块中间 很明显 银行和保险都已经出现 大幅上涨 而证券有较强的补涨意识 那从目前来说 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证券有非常活跃的迹象 第一 我们在盘中看到 该板块曾经涨幅超过1% 有9成的个股都出现了上涨 同时连续上涨的个股 超过了7支 也就是说近期有很有可能 会转为加速上涨的格局 那它已经启动了没有呢 那我们要来看第二张PPT的提示 从这张PPT提示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下方的紫色的超级资金 从4月底持续保持流露的状态 那么显示主力机构 一直是保持打压建仓的行为 而股指的下滑 正也显示了这一点 那究竟它启动了吗 那我们要看看按部就班指标的提示 按部就班的指标 线价线上穿红色的买入线 这就是它启动主升浪的标志 那做对股票来说的话 找到热点 把握主升浪是关键 但是买对板块不代表你的盈利 一定要找到龙头股 那龙头股怎么确定 是不是跟板块的同样方法确定呢 或者是还有其他更多重要的地方呢 那么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和我一起做线下的互动交流 来看最后一张PPT版的提示 从目前来看 这个板块很明显的 买点出现之后 都出现了震荡上行的格局 所以在这类板块中间 如何具体操作 如何把握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按照目前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到江崎这个阶段的 今天的操作已经空仓了 那么如果明天有个探底的过程中间 会不会考虑加仓呢 首先今天空仓其实是比较仓促一些 因为市场有些超我的预期 所以说是做了一个处理的一个动作 当然其实合理的仓位 我认为今天应该是保持五成以上的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是在于 就是如果短期给震荡的话 下来我们第一步还是以 权重的东西先配底仓为主 先配底仓为主 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他们是做趋势的 做趋势的东西的话一定是做低息为主 肯定是不去做追涨 所以说先把这块底仓给配起来 然后剩余的一个仓位的话 还是按照我们前面讲到一个问题 等反包 等市场的涨台满加速变多 等风天的一个整体情况恢复 然后还会去参与市场中的一些热点 好的 老王跟我们讲讲 这个阶段你的总仓位现在多少 我觉得这一周我看的是 刚才讲了 是比上周要谨顺一点 在操作上可能难度会加大一点 我个人认为也是相对降低一些仓位 好的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